大家好 我是老英 我是阿翔 沒錯 好久沒有Indoor系列的影片囉 我們要跟大家整理 苗栗哪些我們覺得很好玩的地方 沒錯 這一支影片是一個懶人包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精彩的活動要預告給大家 這次也很開心受到苗栗縣政府邀請 要偷偷跟大家分享一個很棒的一個抽獎活動 它就是苗栗旅遊街 就是我們在今年2月28號以前呢 我們去苗栗玩 再記得說一件事情就有資格參加抽獎活動喔 對 而且它的獎項非常的猛 據說獎品全部加起來有超高達千萬 沒錯 就是有百萬休旅車 然後又有iPhone400跟10萬塊的現金 所以我們繼續認真的看影片 待會教你要怎麼做 那我們現在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過去兩三年吧 我們在苗栗去過了哪些景點 然後我們先從難度清明的 到稍微有一些比較需要體力的景點好了 對 然後苗栗我覺得第一個 最值得介紹的地方就是龍騰斷橋 我應該去過了超過3次到40次以上 我們還推薦大家去做什麼 在鐵軌山的一個動力電動腳踏車 可是它的景色非常的獨特 就是它是在一個很高厚的地方 它可以旁邊看龍騰斷橋 然後周圍還有一些山景 然後那邊其實附近也有老街 就是大家可以在那邊吃東西啊 然後又有得玩 我覺得很適合就在假日度過一個很lazy的一間 對 光在那邊應該就可以待個 2-3個小時以上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嗯 來 下一個景點就是 加麻園 它除了很自然的行程 就是有一些植物相關的體驗啊 或者是相關的美食 它也有DIY 對 這就是我們之前做的 那龍一懶有人看的時候我懶得手吧 然後就長成這樣 就很劣跡 但後來大家就是笑它笑得非常開心 有去種自己的將來在上面花圖 那前陣子都長得超高 它長超高的耶 對 那再來就是跟賞花相關的景點了 花露農場 它裡面就是有非常多種類的植物 然後也很繽紛 然後還有植物做的造景 其實你在晴天啊 或者是你早一點去那邊 真的可以讓你拍到爆的 對 那邊算是一個知名的網美景點 它Google Map有高達好幾千的評價 我印象中最深刻就是 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花園 它有很多各種顏色的花 在那邊拍照起來 我覺得效果非常的好 接著呢就是鯉魚潭了 對 鯉魚潭算是一個 完全免費的景點 它是有個景觀潭 那你可以看過去看到一望無際的一些 山景跟水庫的景色 有些時候在水庫附近的時候 它也會有一些季節性的植物 那這次要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冬季可以去的一些 植物相關的園區 我覺得苗弟最知名的植物園區 應該是大湖草莓 它每年大概12月到2月3月 其實都是一個 非常之旺季的一個地方 還蠻有趣的 我之前跟肉眼有去採過一次 那是我們交往的嗎 有 那是我們已經在一起了 對 然後另外一個很知名的 就是城鄉森林 我覺得它的特殊的地方是 利用一些可能燈光跟一些造景 然後再加上玻璃屋 它把橘子林弄成一個 網美拍照地點 我覺得也是蠻厲害的啦 很誇 真的很誇 它就是密度很高的橘子樹 對我來說我覺得它看起來就很像是 一個在樹林間的星空 那接著再跟大家分享 也是一個 季節限定的一個行程 它是落雨松 因為它有點水面讓你拍照 而且它的植物 落雨松樹的密度也蠻高的 所以很漂亮 不過這邊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假設一些長輩 或者是行動不便就不是那麼適合 因為它把車停上面的話 它下面走下去是有一段路 就是有點小陡峭的 那接下來就是吃吃逛逛的部分 那我們最常去的就是南莊老街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他們有比較多的客家菜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我有吃到那個桂花蛋捲 熱得超酷的就很像你在吃什麼 濕掉的衛生紙 沾了糖水然後曬乾 人長生還跟不及人 真的 只講一點都不好吃 那逛完南莊老街以後呢 我們也推薦大家附近還有一些景點 像其中一個就是 42分泳泉生態步道 沒錯 翔哥不知不覺 帶我們走進了戶外景點篇 不過這個42分泳泉步道 它算是一個比較冷門的地點 比較不用怕人擠的 走到裡面會有一個很大的湖泊吧 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就陰天 就很可惜 可是我看網路上人家的照片 它在晴天的時候它是透藍色 42分泳泉全部到那裡也有一個蠻好玩的 我印象超級深刻 就是反正它是一個Ocean的路線 然後你在網上繞一圈的時候 就有一個磁場 青蛙爆炸的 而且它是綠色的青蛙 我就覺得蠻好玩的 大家可以去那邊拍拍照 除了42分泳泉步道以外呢 其實周圍還有一個更知名的地方 叫做神仙谷 電影拍攝場景 它其實非常的近 它從天上走下去大概10分鐘就可以到了 你可以從一個吊橋去看到它一個 很寬廣的一個瀑布 使節耳下那種感覺 我覺得它峽谷地形非常漂亮 它算是CP值超級高 就可以直接讓你get到美景的一個景點 走完神仙谷後 假設你想要開始挑戰一些 更有難度的淫層的話呢 繼續往裡面開的話 會到一個地方 就是嘉里山 它就是有著台灣版富士山之稱的一座山頭 它是一個一等三角點 一望五級呢 又可以看到雲海的一個地方 它有蠻多種體驗的地形 它也有一些走在石壁上的路段 它要有些攀爬 然後它距離也是相對來說比較長 所以嘉里山我會建議 有登山經驗的人在前往 加上它有一些岔路 所以說它假設沒有經驗的話 走錯路是會有一些危險的 沒錯 我們那時候就是一個 親身走錯路的例子 給大家看一下 下一個很知名的苗栗的山 就是瑪那邦山 然後它也是一個一等三角點 它上去的時候就可以看到 對台灣非常有名的森林 其實就是中央上面那邊 所以說它的景色也是非常的明 然後假設你是搭配上風雨季去的時候 它景色會更漂亮 因為它的難度就是它都是有步道跟石階的類型 就是不會有那種很恐怖 或者是很怕高的會怕地形 然後它上去之後是真的 你一看風雨季哇的那種 我覺得大家真的可以去看 然後它相對嘉里山來說的話 我覺得它更親密一點 它甚至我覺得有些小孩子 跟著家長走大概兩個小時是可以到達的 那接著就是 應該是苗栗最知名的山 搞不好就這座 對火岩山 有些人說它就像是美國的陵陽大峽谷 超級美的 就是我覺得它是真的可以震撼國外的遊客的人 我覺得它也是一個 蠻需要體力的一個山 因為它其實一直都往上坡走 火岩山大家最喜歡拍照那邊 其實是很危險 你在人上面 可是它下面是完全被淘空的一個地區 可是它到後面很漂亮的是 它有點像是你走在人線上 對 可是我們又遇到起舞 對所以有些時候我們真的很挑天氣才會出發 要不然就是非常非常的早起 也許我們當天或前一天晚上幾乎都沒有睡 辛苦你了 那前面跟他預告的苗栗旅遊節 該怎麼參加抽獎呢 對那只要在2月28號以前 苗栗旅遊玩呢 不論是住宿啊 或者吃飯 或正值米買伴手禮 憑你的單據或者發票 找滿500塊以上 再接著在上網登記 就可以獲得抽獎機會 沒錯那影片下面的說明 我們有放連結的傳送門 給大家只要點進去 然後做登記就可以囉 而且每個人不只一次的抽獎機會喔 你消費越多 算是可以獲得越多次的抽獎機會 那會不會有人拿走iPhone13 然後又有拿走現金 又有拿走汽車 哇 太不公平了 對 其實我一直在想說 我之前去玩 我是不是有一些發票可以抽到這 覺得有點後悔喔 來一趟苗栗之旅吧 翔哥下禮拜抽 正好缺了一台修旅車 這樣以後去錄影更方便一點 那前面跟大家分享 那麼多苗栗美麗的景點 該怎麼去呢 懶人傍賣囉 我們幫大家整理好了 很簡單可以快速取得資訊的 Google Map地圖 一樣打開下方說明欄位 連結點擊區就有囉 那也有副說 我們前面介紹的每一個景點 我們之前去拍攝過的影片 大家都可以快速取得資訊喔 今天影片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然後在下面留言 跟我們分享 你抽到什麼獎品 出來跟我電一下 真的 我真的很想看誰那麼厲害 竟然把汽車給拿走了 也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就是苗栗你還有哪些私心推薦的步道啊 或者是景點 或者是在地的美食給我們喔 那我們下一個景點見啦 See you Bye Bye 大家景點快樂 景點快樂 完全結冰了 天啊 我這裡也是 太誇張了啦 要看這景色是有代價的對不對 真的 就是你要 首先你要負重 因為你的背包帶很多 就是防寒的裝備 可是從這個角度 我好像在滑雪喔